大批远警民敌把绿色小客车团团包围 远警持枪指着男子脱下车压制在地赶紧上铐 狼狈趴在地上被反手上铐 面对警方询问不知所措 他就是二号晚上剪掉电子铁铐 从桃园逃逸的性侵假示犯欧立元 在高雄岗山被带画面 首度曝光因为就在不久前 他才行抢完槟榔摊五千元准备驾车逃逸 53岁的欧立元1997年 在台北市开继承车犯下强盗性侵案 遭判处无奇徒刑 三年前假释出狱 但必须佩戴电子铁铐 没想到欧立元二号晚间 在华联家中破坏电子铁铐 驾车北上凌晨两点半 在大同持刀行抢 接着又一路开车往南飘 十点多在高雄现身 得知儿子又逃逸 欧立元的妈妈生生患 希望儿子自省投案 欧立元抢劫得手后 一路逃到高雄 直到下午三点四十五分 纵算落网 晚上九点多 警方压卸下 搭乘高铁北上 带回台北坐笔路 移送士林地检署 头戴安全帽 模样相当狼狈 信心假释犯 全台爬爬走 不仅让人怀疑 这电子铁铐 到底有没有用 那我们也会 针对这几年 发生的一个破坏的状况 在明年度 针对第五代的一个电子 设备监控脚料的部分 破坏电子脚料 还嚣张迟刀心抢 欧立元逃不到18小时 再度落网 这回又得回到牢里 为自己的荒唐行为 付出代价 记者综合报导